来关心校园消息 112年度花莲市余文竞赛成绩出炉 共有77位的学生获奖 而其中有52位的学生将代表花莲市参加全线余文竞赛 施工所也特别举办了颁奖典礼 由市长魏佳燕亲自颁发奖赚给获奖的同学 肯定他们的优异表现 也预祝代表参赛的学生们都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 为自己以及学校争取荣誉 112年度花莲市余文竞赛成绩出炉 共有77位学生获奖 其中52位同学要代表花莲市参加全线的余文竞赛 花莲市工所特别举行颁奖典礼 那在这边也要 首先要先感谢祝强国小的孙校长 给予我们场地的一个支援 在这边还是要感谢我们所有学生的 来参赛的学生的学校的校长 以及他们指导的老师 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在这边我们总共有77位的孩子们 能够有那么好的成绩 都是靠老师跟家长的课后的一个辅导 那在这边过几天就要参加我们限赛了 那也希望在限赛的部分 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继续的努力跟加油 不管在未来是在家庭 不管是未来在工作 不管是未来在人际关系 我想宇文是人与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 最后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们 都能在限赛拥有好的成绩 颁奖典礼首先也特别邀请评审老师为同学们讲评 同时指导一些比赛时的技巧 多位市民代表也到场鼓励孩子们 祝福他们可以有更杰出表现 112年度花莲市宇文竞赛 共有273位选手参赛 经过激烈角逐之后 77位学生获奖 其中52位要代表花莲市 参加8月25号的全线国宇文竞赛 这里会幻视报道